有環境教育學會主辦國際學術和食物交流研討會 在佛頭經典館佛光樓登場 超過300名來自產官學界代表與會 環境教育的一個整個推動 必須公私部門 公部門有法規 公部門有計畫 公部門有預算 那去推動 但是也要私部門大家一起 或者是我們的民間團體 大家一起來推動這樣的工作 其實十一住行育樂夠 每一個層面都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靜靈綠生活 靜靈轉型 裡面我們要去落實的一個內容 佛頭經典館日前獲得環境教育獎肯定 研討會遺施佛館 也希望會員能夠親身感受佛館的魅力 以及對環保的用心 佛頭紀念館也在今年是有得到 環境部在頒發的這個國家的環境教育獎的這個特優 所以它其實是有一個環境教育的一個場域的 值得學習的地方 然後又剛好正在辦靜靈綠生活的長社展 那我們對我們這些重視環保的人來說 這些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地方 佛工生常務副助詞會傳法師受邀出席 其班繼承星雲大師理念 落實新保環保繼續綠美化讓環境更美麗 在今年非常感謝環境部的長官 給我們在環境教育獎當中得到了一個團體的優等獎 那麼我想這個就是星雲大師指導我們 我們繼續把它推動下去所得到的一個成果 那麼總之環保教育絕對呢 不是一種彈花一現的教育 它是一種細水長流的偉大工程 希望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那麼我們也會努力 那麼大家也一起來努力 佛投基金館推動環境教育不遺餘力 慈悲護身的觀念 透過有形的物質 熏陶內心的觀念 讓身心共同轉化 冷靜新聞 高雄採訪報導